台北市長柯文哲下午召開防疫記者會宣布新的規定 其中公有管理的餐飲業全部改外帶 像是公有管理的超市 夜市 地下攤販 還有市場都不能再做內用生意 全面都要改外帶了 柯文哲也宣布 只要在醫院的不論是醫護還是相關技術工作人員 全部都要施打疫苗 下令 其實從現在開始你知道 過去大家很多醫護人不太想打疫苗 但是今天由不得你了 從現在開始 所有的醫護人員全部去打疫苗 因為這個 你不去打疫苗就好像 你不帶鋼盔要上前線 這相當危險 不是你自己危險 可能因為這樣就造成整個院內感染 相當危險 所以在醫院工作的人 從院長到掃地的歐巴桑 甚至那個洗衣的工人 全部要打疫苗 不然會造成整個系統的危險 有心院內感染影響醫療體系 柯文哲也說 現在起去急診都要同時做PCR 還有快篩 15到20分鐘就能知道結果 盡量減少急診市醫護人員被確診者感染的風險 是否則能夠快選擇的行動 很好的 請在這裡